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争夺制空权方面展现出了更为卓越的性能 作为现役战机中独树一帜的不带前坠三角翼飞机 幻象2000的高空高速性能远超F16 且在近身格斗中 其瞬间盘旋能力出色 能够迅速改变机头指向 确保战斗优势 事实上 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次冲突中 幻象2000就成功击落了一架F16 而在模拟空战中 幻象2500更是对F16B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那么 幻象2000在战场上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又是如何成功击落F16的呢 这款战机继承了打索公司一贯的领 31元布局设计理念 并在实战中证明了其击落F16的能力 1996年 在土耳其与希腊 因伊米亚岛领土争端而剑拔弩张的背景下 尽管最终在北约和欧盟的调节下 避免了直接冲突 但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依旧紧张 在一次巡逻任务中 土耳其的两架F16D战机 无慎进入希腊领空 随即遭到希腊两架幻象2000的拦截 经过一番激烈的机动缠斗 幻象2000成功占据有利位置 并发射魔术2空空导弹 成功击落一架土耳其F16D 事后 土耳其一度声称 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机 但直到2012年 土耳其官方才承认 这起事件是真实发生的 在模拟空战中 幻象2000同样展现出了其强大的实力 成功击败了四架F16V战机 而自身仅损失一架 虽然有人质疑这一战机的真实性 但考虑到人为因素的存在 以及历史上阿汤哥驾驶 F14击败苏57的先例 我们不难看出 幻象2700F16V并非不可能 在20世纪90年代 魔术2加530D的对空 配置为幻象2000 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持 直到F16换上AM120后 才逐渐占据上风 回顾幻象2000的发展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 这款战机 在法国空军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幻象2500之前 法国的大哥大是幻象3 作为欧洲第一种平飞速度 超过两马赫的战机 幻象3在实战中表现出色 一度成为当时的年度MVP 然而 随着各国开始研制四代机 幻象3逐渐失去了其昔日的辉煌 于是 法国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 在与英国的谈判中 由于双方对下一代战机的定位存在分歧 最终 法国选择了独自研发幻象2000 在研发过程中 打索公司向法国提供了两款战机方案 分别是传统构型的幻象F1和可编后 越翼战机方案 经过权衡利弊 法国最终选择了幻象2000这一方案 虽然幻象F1比F16更早守卑并服役 但在后续的竞争中 由于F16的优异性能和低成本优势 使得幻象F1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在幻象F1败给F16之后 打索公司迅速调整策略 仅用不到三年的时间 便成功设计出幻象2000的原型机 只在于F16战机一较高下 这款战机于1978年成功首飞 并于1984年正式投入法国空军服役 在设计之初 法国便明确了幻象2000的战略定位 不仅着眼于外销市场 更将其作为替换老旧幻象3 承担幻象F1和幻象4多重任务的主力战机 因此幻象2000必须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 全高度截击能力 以及一定的纵身打击能力 幻象2000沿袭了幻象3的布局设计 同样采用5尾三角翼设计 然而 面对幻象3在结构上的局限性 打锁公司并未退缩 而是进行了全面而精细的改进 他们通过重机后移 放宽静稳设计来提升机动性 并结合先进的线性电船飞控平台 使得战机在操控上更加灵活 同时 面对任务量的增加 他们采用复合材料 打造低结构比重的5尾三角翼 并重新设计机身内部结构 以减轻重量 提升性能 重量达击 5吨的幻象2000 在最大起飞重量上 却高达17吨 这得益于其出色的530角翼设计 针对低速区域性能不佳 大阳角机动能力受限的问题 打锁公司采用了两段全翼展 自动前沿凤衣技术 使得战机在作战时 能够灵活调整翼型 实现极致的三角翼微操 为了弥补对低攻击能力的不足 幻象2000 还配备了先进的雷达灌导设备 能够挂在各种威胁报警 探测干扰装置 以适应多样化的战场需求 经过一系列改进 幻象2000的性能 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平 其最大平飞速度 可达2 2马赫 作战半径达到700公里 与之前的幻象3相比 其翼面积增大了15% 结构部件重量 减轻了15%至20% 踏升率更是提升至幻象3的两倍 同时 幻象2000 拥有9个外挂点 能够挂在丰富的5G系统 这在当时战机 普遍只有6到7个外挂点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突出 法国设计的幻象2000 在推力不足的情况下 通过优化超音速飞行能力 利用角度机动性 弥补能量机动性的不足 以及借助先进的航电系统 提高超视距接战能力 成功实现了夺取制空权的目标 在冷战时期 欧洲国家的空军主要任务 是空中防御和截击 以防止敌方战斗机与轰炸机 对本土进行突袭 为了快速抵达作战区 法国选择了幻象2000 这种高速战机 通过先敌截杀敌方战机 或轰炸机的方式 有效控制制空权 当然 幻象2000的多用途性能 也值得称道 它具备全天候 全高度远程拦戒能力 并衍生出了多种型号 如幻象2000B双座教练型 幻象2000 奔对地攻击型 以及空战能力显著提升的 幻象2500型等 然而 多用途并不意味着全能 幻象2000在操作上 存在一定的限制 由于采用三角翼设计 虽然在高空 高速性能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补充 拉起和扶扬等机动操作上 相较于其他常规战机 稍显不足 因此 在近距离格斗的时候 幻象2000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一个顺盘 带来的机头指向能力了 幻象2000 无疑是角度战机领域的翘楚 其卓越的瞬间盘旋能力 使其能在短时间内 快速改变机头指向 战斗策略 旨在以最快速度 取得脚步优势 从而抢占先机发动攻击 然而 这款战机 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由于机翼面积大 机身前后长 幻象2000 在盘旋转弯时 面临着更大的阻力挑战 速度损失严重 持续转弯能力 受到一定限制 加之推动比较低 其持续水平 机动能力 亦显不足 稳盘存能相对较弱 在与F16的较量中 幻象2000 往往只能凭借 初次转弯的灵动性 取得短暂优势 若未能及时脱离 则可能陷入被动 弹极幻象2000的软肋 不得不提的是 其搭载的M53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动力表现 不济如人意 成为了幻象2000的 一大短板 为了弥补这一步足 幻象2000采用了 五尾三角翼设计 以其通过优化 机动布局 来提升机动性能 然而 由于推力不足 幻象2000 在水平加速和爬升性能上 均有所欠缺 从压音速 进入超音速的转换过程 耗时较长 高空状态下的爬升率 也相对较低 幻象2000所使用的M35单轴式 涡轮风扇发动机 其结构简洁 由十个可更换的单元体组成 便于维护 斯奈克马公司声称 这种设计 是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用户 对于维修和操作成本的特殊需求 然而 这更像是公司在前一款作品 模仿改良惠普公司 GTV10发动机失败后的无奈之举 为了迅速回收成本 斯奈克马只能退出一款 简单可靠的产品 但这也导致了性能上的妥协 M53的总压缩比为9 8 推力重量比为6 5 相较于同时代 英国龙卷风战机上的 F404和F16使用的F100发动机等 性能上存在明显差距 尽管M53发动机 在性能上有所不足 但它也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 相较于美国初代涡扇发动机 如F10 TF30等 M53在可靠性和耐用性方面表现更为出色 油门响应迅速 高级稳定性和跨音速稳定性均属上乘 这些优势使得幻象2000 在高速飞行和危险情况下的生存能力得到了提升 尽管在国际市场上幻象2000 因发动机动力不足而屡遭挫败 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 它依然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了广泛欢迎 在产量方面 幻象2000总计生产了600的一架 相较于其他同代战机 如幻象系列 F1 米格29 狂风 以及F16等 其产量确实稍显不足 然而 正是由于M53发动机结构简单 可靠性高 和维护方便的特点 幻象2000 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除法国空军外 还有埃及 卡塔尔等七个国家和地区 选择了这款战机 成为了他们在空防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幻象2000战机 在自我定位上独居慧眼 它始至成为欧洲的领导者 打坐公司研制的这款战机 其气动布局和外形设计 与美俄的传统模式 大相径庭 独树一帜 自成体系 尽管在设计理念上 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局限 但幻象2000之所以深受发展中国家青睐 主要是因其性能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 幻象2000的声誉 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其前辈幻象三的辉煌战机 美军对幻象2000的质疑 如隐身能力 低空低速性能 以及对地打击能力等 并未影响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 因为这些国家并不需要高度延伸 和精准对地攻击能力 只需能够投掷导弹即可 对于装备数量有限的国家来说 幻象2000作为一款多用途战机 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尽管幻象2000未能如愿 缔造一个全新的王朝 但其各项性能指标均表现出色 法国为了完善其战机体系 曾计划研发一款单座 双发重型战斗机幻象4000 意图与美国F-15一较高下 并满足部分国家更新换代的需求 然而梦想与现实之间 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 幻象4000因种种原因未能服役 便遭下巴 其中主要原因是 法国自用数量有限 生产量小 单价高昂 以及小国对重型战斗机的需求不高 最终 法国不得不将幻象4000的研发技术 用于强化幻象2000 以应对现实挑战 在幻象2000系列中 有三个版本尤为引人注目 幻象2000 幻象2500和幻象2900 其中 幻象2000是为了填补 阵风战机服役前的空缺而开发的 尽管其速度降至1 6马赫 却具备了全面的对地攻击能力 包括地形追踪 汇图雷达和自动飞行系统 配备激光制导武器和核武器发射能力 这款战机能在高压音速状态下沿 超低空60米高度进行突防渗透 实施打击任务 幻象2500的研制 旨在维持法国在军火市场的竞争力 这款战机装备了多普勒雷达 具备多目标追踪能力和良好的抗电子干扰能力 最大探测距离达130公里 可同时跟踪8个目标 并引导4枚云母导弹攻击不同目标 其先进的电子设备几乎能够改变空战模式 大量广角平式显示器 下式显示器和中式显示器的应用 极大的减轻了飞行员的操作负担 同时 幻象2500在保持对空作战能力的同时 也具备强大的对地打击能力 法国此次援助乌克兰的战机 正是幻象2500 至于幻象2900 则是该系列中最先进的型号 其机载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使得雷达在探测地面目标时表现出色 相较于前代机型 在地面目标识别上的模糊表现 幻象2900 能够精确识别车辆等地面目标 并具备强大的精确制导带要挂装能力 这一进步 使得幻象2900 在战场上更具优势 就我们目前对两种轻型战斗机的了解而言 幻象2000与F16 可谓是同一级别的佼佼者 虽然两者在总体作战效能上大致相当 但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 他们各自展现出了不同的优势 在俄乌战场的上空 幻象2000在空战中展现出了 比F16更为卓越的性能 其灵活机动和强大的空中格斗能力 让对手望尘莫及 然而 在地面攻击任务中 F16凭借其优秀的挂载能力和精确的打击手段 又稍微领先于幻象2000 这背后反映了法国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战略选择上的差异 法国由于在经济和技术上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不能像美国那样频繁地推出全新设计的 用途单一的战机 相反 法国兼职走舰 改 发展的道路 注重一击多形 一击多用的原则 从法国空军的主力战机发展脉络来看 从幻象3到幻象2000 再到如今的阵风战机都遵循了这一研制途径 这种研制途径的优点在于 它能够大大缩短研制周期 节省经费 同时还能在继承上一阶段设计优点的基础上 对一两项关键性能进行重大突破 以幻象2000为例 即在研发过程中 就充分借鉴了前代战机的设计经验 并在机动性 雷达探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种不断改进和发展的做法 使得幻象2000在战场上 能够持续展现出其强大的战斗力 从幻象2000系列战机的研制进展 和使用结果来看 法国的这种研制途径 无疑是成功的 无论是从性能 可靠性还是维护成本等方面来看 幻象2000都展现出了 其作为一款优秀轻型战斗机的实力 与其他国家的战机相比 法国飞机虽然在某些方面并不突出 但总能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 最终证明其在实际作战中的效能 这一点在以色列的幻象三 阿根廷的超军旗 以及伊拉克的幻象F1等战机中 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比之下 一些过于追求基础性能 而忽略了操作性和维护性的战机 在实战中往往 来以发挥出其应有的战斗力 这些战机虽然在纸面性能上 看起来非常强大 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可能因为各种问题而表现不佳 而法国战机则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 确保了其在实际作战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的认可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